巴基斯坦兩間工廠星期二發生火災 造成最少191人上升 在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 一間服裝廠起火,超過166人上升 星期三早上有關當局同廠房找到更多屍體 死亡人數上升 受傷工人說他們找不到門,只好跳槍逃生 所以造成骨折 大火撲滅之後,部分廠房仍然冒煙 目前還不清楚起火原因 卡拉奇是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城市 並且是巴基斯坦的生業中心 在巴基斯坦東部城市拉合議 一間鞋廠星期二發生火災,最少有23人死亡 當地官員說火災是發電機故障引起 消防隊用了幾個小時才控制火勢 救援人員被困在燃燒的廠房裡面 想指定被困在燃燒的城市 太陽光了 十三日後,水火災 李宗盛剛事實目 尺目 海報